你真的会调情吗 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可你张口闭口就说看看腿 那叫耍铃铛啊 关系不到位你去动手动脚 音色手镯会让你双手冰冰凉 想女生笑着说你坏心里又特别爱 那这三种调情方式你就一定要学学 学完咱们就可别当费洋洋 让你在太平洋里撑大王 记得点赞收藏啊 转发给学校的朋友 第一种高位升温 真的特别适合你刚和女生认识不久拉伸暧昧 它讲究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调度 如女生问你平时吃什么 你就可以说干嘛想给我做啊 先说好啊我可不习碗哦 女生肯定会觉得莫名其妙啊 特别逗是吧 那但是暧昧的气氛它不就调动起来了 你就可以说某某店还蛮不错的 我经常去 这周末带你去饱饱口服 有了前面一个居高临下的铺垫 你的邀约呢就不会过度暴露需求感 反而给了女生一个台阶下 让他觉得你这个男生不仅有趣 情商还特别的高 和你相处呢也是非常的舒服 像我帮学员聊相亲对象啊 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特别爱用这种方式 去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 成功率高到离谱 第二种曲解暗示 和女生聊天啊 你就别太讲逻辑太较真 要多用你的嘴巴 说出他意料之外的话 这样他的心情才会因为你而起伏 比如女生跟你说 哎你今天穿这件衣服很好看哦 那你就可以问他 那我以后要是穿的不好看 你会不会提醒我呀 如果女生问你周末准备干什么 那你就可以说 现在女生约男生出去玩 已经变得这么传统了吗 像这样说呀 你其实就是在给女生制造一种 我为什么要关注这个男生的心理暗示 女生就算嘴上嫌你脸皮厚 但是呢 他的潜意识啊 就会想 那我要不要提醒他呀 今天干脆就和他出去玩算了 那长期这样操作下来呀 你绝对是他心里最特殊的那个人 然后呢 第三种 反转推拉 这招呢 就比较高级了啊 分两步 先释放你的好感性好 再反转你的目的 我现在问兄弟们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女生能不能夸 很多兄弟他觉得不能 他觉得夸了就显得太甜狗了 女生也会飘 但其实你只要掌握了方法 夸在女生不仅不会陷入低位 还会让她坐上你的情绪过山车 刺激又过瘾 比如说 你喜欢的女生 她今天精心打扮了 你就夸她很漂亮 那女生肯定会觉得 你在对她些殷勤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打破她的惯性思维 反转一下 你就这么说 你今天这么漂亮 去楼下水果店 帮我撑几斤水果吧 老板看在美女的份上 肯定会便宜点 那这个女生买了新衣服 穿着来上班 你就夸她 今天穿得很高级 很有质感 然后说 这么好看的衣服 不让别人看一看 多可惜啊 正好我有一个外卖要到了 女明星帮我取一下呗 大顺们 还是那句话 调情调的无非就是一个情绪 情绪有了 爱情也就来了 来验收一下成果 像我今天的这个样子呢 给你们一个夸我的机会 你们会怎么说呢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引上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了 各方面的情感体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帮助你 如同一期前创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 基本机构的最新联系方式哦